大案纪实 吕鹏制作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那么故事从哪儿聊起呢 也从二十年前的 1999年7月23号聊起 这一天 合肥是一个享情博日 大晴天 并且是大暑节气 就可以想象 当天到底有多热 可甭管天气怎么炎热 位于东晨港的 安徽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宿舍大院里边 却围满了人 警车 鹤枪实弹的警察 一道又一道警戒线 以及一个又一个匆匆赶来的 合肥警方负责人 处处都能够让人感觉到那种 一触即发的气氛 那个情景啊 很像一部追捕歹徒的港台电视剧 以至于很多在远处围观的老百姓 都以为是在拍电影呢 被包围的 是一幢东西走向四层结构的老市居民楼 最西头的409市里边 有一名持枪歹徒 正借助室内掩护和警察对抗着 双方已经对峙了将近一个钟头了 时任合肥市公安局局长李图来等人 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赶了过来 临时组成了指挥机构 主管行政的副局长杜明克 担任现场指挥 四楼过道里边 站满了头戴钢盔 身穿防弹衣和持枪瞄准的110民警 接案之后第一时间 就赶到现场的西市分局刑警大队长王万成 和执行正面围捕任务的110大队副大队长周勇 中队长沈昭和陈峰等人 正在根据领导指示轮番的向室内喊话 室内是一名绑匪 勒索赎金30万 在前来受害人家里边取钱的时候 被警方包围了 考虑到人质的安全 警方一再克制 劝说绑匪主动放下武器 争取宽大处理 绑匪呢 却有恃无恐 负于顽抗拖延时间 他已坐在房间最拐角处的大衣橱旁边 前边是一张大床 严严实实的封住了身子 右手拿着枪 左手举着密码箱挡住头部 这样 他完全不怕警方的正面射击 甚至对着门口喊话的王万成说了 朋友 往边上靠靠 我要是一举手 你就没命了 王万成 没穿防弹衣 离他紧三步之遥 可以说是充分的暴露在他的火力之下 而这个匪徒说话的语气呢 一点不显得紧张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在剑拔弩张的对峙之中 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十一点 喊话声已经明显的声嘶力竭了 为减少人员伤亡 争取时间营救人质 杜明科副局长下令 使用防爆枪 对室内释放催泪瓦斯 顿时 409市是烟雾弥漫 但绑匪还是不出来 直到两分钟之后 实在憋不住了 才冲出房门 以着门框 对民警连连开枪 杜明科这时候大声命令说 开枪 注意 不能把他打死了 他手里还有人质呢 这无疑增加了抓捕的难度 绑匪利用地形 和民警对射 激烈的枪战 持续了将近十分钟 在这个紧急关头 就看出110这支 快速反应部队的身手了 由周勇 沈昭 陈峰 三个人组成的高中低 立体交叉火力网 始终压住绑匪 让他没办法抬头 等他再次出现在房门口 对外开枪的时候 周勇抓住这稍纵及时的机会 果断开枪射击 这一枪十分准确地 击中了绑匪的右大腿 绑匪立即瘫软在地 但仍然握着枪呢 这时候的周勇 不顾个人安危 一个剑步就冲上前去 用枪就抵住了他的头 看着四周一拥而上的警察 绑匪终于绝望地 扔下了手里的枪 大腿血流如注的绑匪 被四名警察 扯着手脚抬上警车 在呼啸而去的警笛声之中 围捕战斗 成功地结束了 相信这一幕啊 大家在这两天 转发啊 包括传播的很广泛的 当年抓捕视频里面 都有看到 那么让咱们 回到事情的开头 7月22号晚上9点05分 这一天刘某呢 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 丈夫声音颤抖地对他说 我被绑架了 歹徒要30万 并且等着我的面 杀了一个人 你千万别报警 不能报案 省安装设备公司的 女职工刘某 在7月22号这一天 不知道这心里边 为什么总有些忐忑不安 丈夫殷建华呀 整整一天都没有音讯 打他的寻呼机 不回 打手机打不进去 一直到吃过晚饭之后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才接到了丈夫的电话 这时候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表 晚上的9点05分 丈夫殷建华呢 是一个个体小老板 虽然做了几年生意 可手里没多少钱 绑匪却直接就要30万 丈夫以一种恐怖的口气描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 说绑匪为了威胁他 当着他的面 杀了一个人 并且十分残忍地把头割了下来 因此他让妻子千万不能报案 他让妻子现在就赶到长江饭店门口 与一个身穿黑色T恤留一撇小胡子的中年男人洽谈 刘某听到之后这一下子吓得是魂飞魄散 他安顿好9岁的儿子 慌慌张张打车到了长江饭店门口 希望能赶上绑匪规定的9点20这个时间 长江饭店门口灯火通明 人生顶沸 刘某在这等了20多分钟 也没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人 只好又打车往家赶 忧心如焚的刘某在家里又等了一个多小时 晚上11点整 这才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 你要好好和我们配合 才能保证你丈夫的安全 今天你先准备一万 明天上午9点 我再给你电话 没等刘某回答就把电话挂断了 这一晚上 刘某是辗转反侧 一直处于报案还是不报案的矛盾之中 报案吧 怕绑匪撕票 不报案吧 又怕自己一个女人应付不了 反而使丈夫更加危险 一直挨到了天亮 刘某仍然犹豫不决 到了早晨8点多钟 离绑匪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刘某这才犹豫着给单位的领导七经理打了一个电话 七经理立刻赶到刘某这儿 听完事情的经过 劝他报案 刘某呢赞成七经理的建议 并且请他帮忙 多亏了这一劝 否则刘某 只怕也像另外几起绑架案中的女主人一样 早就命归皇权了 就在七经理刚刚下楼准备报案的时候 绑匪的电话又打来了 他说自己已经到了刘某宿舍楼的对面 让他下去接他去 刘某很庆幸在这之前 已经将九岁的儿子送走了 在楼下 刘某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中年男人 他呀 果然像丈夫在电话里说的那样 留着一撇十分显眼的小胡子 在后来的描述之中 刘某很不解的对警察说 那个小胡子 一看见他就伸出手来和他握了握手 这个细节令警察震动 他们由此之道 这一次遇上了高手了 刘某和绑匪在家里讨价还价的时候 西市公安分局刑警已经来到了楼下 他们是八点四十五分接到七经理的报案电话的 放下电话之后 刑警大队大队长王万成立即指挥秦敏带人过去 因为此前西市分局已经成功的侦破过多起绑架案 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 秦敏过去啊 感觉应该完全可以摆平 这时候的王万成还不知道他这次遇上的是一个嗜血成性身负多条命案的再逃人员 而这个看似平常的绑架案在几天之后会发展成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案 秦敏走后刚刚三分钟 七经理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情况 绑匪手里边有枪 王万成一听头皮一麻 顾不上等队里的车了 提上枪 带上中队长桑祥庆 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就走了 进了省安装设备公司的宿舍大院 秦敏早就等在那了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 受害人家属刘某借口出来借钱 已经摆脱了绑匪的控制 这时候正和公安们站在一块呢 听了刘某的叙述 特别是听刘某说绑匪扬言自己是杀过人的人 曾经掏出枪来威胁他的时候 王万成感觉到情况要比原先想象的严重和复杂 他迅速不空 把几名侦察员撒到了几个楼梯口 自己呢又贴上去 对绑匪所处的409室做了实地侦察 还好刘某已经出来了 否则真是不堪设想 根据刘某的回忆 绑匪几次与他通话 都用的是公用电话 因此判断绑匪没有手机 趁着绑匪还没发现公安的行动 王万成果断的令人剪断了刘某家中的电话 那么是放出来打还是围在室内打 王万成一时无法决定 绑匪手里边有枪 一旦放出来跟踪失败 不仅直接威胁到人质的安全 而且可能危及人民群众的生命 通过请示市局 市局杜明克副局长 在综合分析各种情况之后 果断拍板 围捕 110大队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了各个出口 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刚刚说的枪战那一幕 这时候绑匪从窗口探出头来 看院子里边站满了贺枪实弹的公安民警 他意识到自己这一次只怕是要栽到合肥公安手里了 或者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或者是满口的谎言 全体公安连轴转 所有营救方案同时启动 可是仍然没有办法找到人质殷建华的下落 那么殷建华在哪呢 是不是已经遇害了呢 咱们呢 大案即时 下期节目继续讲述 城蒙咱们各位听友的厚爱哈 本人现在呢 也是有文创周边的流量小千肉了 刚上新了一款手袋 热乎着呢 大伙感兴趣的话呢 在微信上搜索飞兴凡文化公众号 点击在线商城就可以看见了 上面呢 不仅有我节目的周边 还会定时发布粉丝见面会呀 和主播去旅行啊 等等相关信息 最后呢 祝大家好好吃饭 四季平安 谢谢大家